這個我是覺得對馬英九不用太苛責 完了 要開始講 因為馬英九 這個算是一個孤獨老人 他現在好不容易有一個機會 可以重新回到新聞焦點 可以去中國拜訪 結果運氣很差啦 碰到他那隻肺肺被打死 所以馬英九新聞也消失了好幾天 那馬英九 我是覺得他是他直接的意識形態的反射 我認為 什麼叫意識形態的反射 馬英九他一貫的主張就是要統一嘛 他只有選舉的時候會講台灣前途 台灣人民決定 基本上我認為 他的意識形態就是台灣要統一 只不過他的生命太敏感 因為他當過總統 所以他這次去不是為了2024總統選舉 他也不是為了國民黨去 他是為了他自己去的 所以你看他也沒有透過國民黨的 原來的系統去安排拜訪 連國民黨中央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馬英九去拜訪 這個國民黨當然比民進黨還緊張 我想馬英九也沒有讓大家失望 因為你想馬英九要怎麼樣才能突現他最大一個新聞焦點 他做到了 他就去武漢講 這個武漢肺炎是什麼什麼 對人類的貢獻 這個這個這個是我訓誡書啦 看這個名字就一聽就知道 這個簡體也不是很清楚啦 這個就是最早的武漢肺炎的追悼者 李文亮醫師 他警告他公開說發生了重大的傳染病 就被中共當局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叫去 你看這個這個名字就很可怕 訓誡書 偷罵你一頓 你看他最後是被訓誡人 誰被罵 而且這個人是有前科 他說被訓誡人李文亮醫師 他在二零一九年了 他以前就曾經啊 什麼接什麼在寫某一個市場有七例的SARS SARS的時候這個人就出來搗蛋過 所以現在武漢肺炎他都出來亂講 就把他訓誡偷罵一頓 那大家知道李文亮醫師後來就不幸死亡 那基本上你去武漢你要講主人的話 你要去誇讚感謝中國方面 有很多可以講 哪有不開提哪有 你就一定要提這個武漢肺炎嗎 那武漢肺炎大家剛剛講得很清楚嗎 這其實是人類的不幸 你如果真的非提武漢肺炎不可 那你要關心的應該這些受苦受難的人民 老百姓嘛 你這樣一稱讚基本上就是拍共產黨馬屁 那馬英九基本上他講什麼 我想也不會改變一般人對於 國民黨或國共兩黨關係 或對中國的看法 馬英九去其實我是覺得一般人 基本上對他的拜訪也沒有什麼興趣 其實媒體也沒有什麼關心 所以我就說一句話說 愛的香滿面不是恨 是夢不關心 就不理你啊 管你去幹什麼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關心的事實在是廢廢 因為馬英九一直想去中國 這不是新聞吧 馬英九是主張台灣要統一的 這也不是新聞吧 但廢廢被打死這可是大新聞 所以他與其去關心馬英九 不如來關心台灣的動物保護出了什麼問題 那幾天他新聞教練在廢廢嘛 那現在還好馬英九現在找到機會了 跑到武漢去 這一句話就把媒體焦點給抓到了 我看很多民進網朋友說 這會讓國際社會產生這樣一個混淆 說我們的前總統為什麼到那個地方 包括讚美防疫 包括什麼 會跟以為我們是跟中國站在一起 你們真的這樣認為嗎 不是拜訪美國跟拜訪中國不一樣 因為中國是要學習台灣 中國是武力要侵犯台灣 中國是幾千顆飛彈對準你 中國每年的軍事演習就是針對台灣 對不對 那中國中國共產黨就是要統一嘛 那什麼狀況下可以統一 就消滅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死了才能統一 不能怎麼統一 也就是說統一以後 中華民國就死了嘛 所以去拜訪任何國家都沒有去 像拜訪中國這麼敏感 因為這個國家對台灣的威脅最大 很簡單嘛 誰會改變我們台灣的目前的政治制度 我們的民主自由 我們生活方式 共產黨來了 共產黨的威脅才會改變 所以其實剛剛鄭奧講的沒有錯啦 就是說民進黨跟國民黨 可以在公共政策有很大 不一樣的主張就可以 但是反共應該是台灣 最大的公約數 不管你是哪一派的 你是統派獨派 在共產黨眼裡面 你都是你都是台獨 你在台灣主張統一 你也是台獨 因為你只要沒有被他統一 你都算是台灣那一派 所以我們最大的公約數 應該就是要反共 那馬英九這次去啊 其實他曾經想表現 所以他說他擔任過台灣 不知道蹲多久 這個 我當過台灣總統 這表示說馬英九也知道 他可以講台灣 然後蹲一下總統 但是他不能也不敢講 中華民國總統 中華民國在共產黨是底線的 因為有中華民國 那就代表中共是非法政權 這個就是 這個就直接的對立嘛 所以也可以證明 你就講台灣 反而沒有負擔 所以不管如果馬英九 如果真的要表演表現 他有好很多的機會 他其實有很多可以 可以 你如果說要歷史流民 這個是很好的機會 你是復活共產黨 不會流民 歷史不會流民 也不會產生你的歷史定位 反而你看 現在 搞到那個 李正濃都誤會什麼 民進黨會很高興啊 那是誤會 來 中華 中華來 這麼講 如果馬前總統 給大家保留的印象 是在跟江蘇省委書記 見面的時候講的 他其實在講說 他擔任台灣總統期間 兩岸交流很多 那時候 局勢也很和平 國民黨的前黨主席 台灣 我們的前總統 在對岸 可以講出台灣的總統 他擔任台灣總統 我覺得這會幫國民黨加分 可是 昨天早上的那一場 讓人家驚喜 還是驚嚇的一個行程 你在武漢這個城市檔案館 看這個抗議的這一個專題 這種專題的展覽 你可以講武漢辛苦了 你可以講武漢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但是我絕對不會想到說 他是對人類的貢獻 因為你在那個過程中 為什麼全世界很多國家要鎖國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武器 記不記得那時候 除了口罩跟酒精以外 我們沒有任何武器 疫苗都是後來的事情 再給大家看一個 這不是台灣媒體的報導 這是紐約時報 在3月20號 你可以簡單看一下他的標題 世衛指責中國隱匿 在追查有關於 Combination起源的一個相關數據 他是在3月17號 世衛發布的 秘書長譚德賽 據名講 這些數據中國應該 更早就要發布 他是一個專案小組 在調查Combination起源的時候 武漢海鮮市場時候的一個DNA排序 他在中國的一個資料庫 世衛調查到一半 這些數據消失了 這涉及到隱匿 我不是在講什麼實驗室外洩 你知道 這件事情 過去改變了全世界三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的前總統在那邊說 對人類的貢獻 這 我不曉得 這已經不是 不是 我不曉得你要怎麼去感受 那總好你覺得他為什麼會講貢獻 因為 對 大家講的都是啊 其實大家都到過 也許有一些場合 你也不太想去 那你去呢 還是也不要讓東道祖覺得太難堪 一定有很多場面話可以講啊 你們辛苦了就好了 大家都辛苦了 其實選就把他切進去 一天表現不好 隔天要分數要打回來啊 還有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 送他才會到嘛 對不對 本來就這樣啊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 因為和平醫院在SARS的時候也是用封院 所以你知道 封院當然是阻止病毒擴散 可是封院的後續是 亂的一套 和平醫院的 和平醫院內部的損失其實是很慘痛 可是在邏輯上來講 邏輯上來講 可能跟馬總統 在當時當台北市市長的邏輯是相近的 只是講出對人類的貢獻的時候 他是在幫習近平 幫習近平洗白 那晚上見宋濤 我是覺得是早就安排好的 因為那一天很巧合 蔡英文總統是羅森伯格接機 然後見面 AIT新任的理事主席 他是美國對台的窗口最重要的負責人 宋濤 是中國對台政策 官方的負責人 因為宋濤之後就是黨的組織的 公共小組 對等的 那是對等的 你這邊 蔡英文見到誰 我這邊安排見到誰 然後呢 白天你還幫我們洗白 當然加分 如果 4月5號 蔡英文總統 跟麥卡錫 跟麥卡錫 你看看 蔡英文 那有馬前總統要見誰 對 會不會有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最關鍵還是一件事情 幹嘛選 今年 幹嘛今年要去掃墓 而且帶學生 那為什麼你要漏掉 對國民黨最具象徵意義的329 327就出發了 黃黃剛不應該去看一下嗎 那也是中華民國都開始 為什麼 他沒有意外 他沒有巧合 跟宋濤濤講話的時候 為什麼要拿 第一次跟江蘇省委書記見面的時候 沒有稿子 脫口而出 昨天早上也脫口而出 他的幕僚當然會要他念稿 不能再脫口而出了 在脫口而出就回來了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不曉得 國民黨下一任總統候選人是誰 本來那個台灣總統會加分 可是你後面那個 中國對全人類防疫的貢獻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可以想